欢迎收看PipperWebcast 台湾有许多的爱心人士 投入流浪动物的保育与照顾 而台湾实施零安乐死的政策后 希望能够增加流浪动物的认养率 各地也举办了许多的认养会 公民记者报道一场在南投的认养会 以及特别拨控前往的爱狗人士 机长王峰 南投毛海幸福认养会 每两个月都会举办毛海认养活动 所有的狗都来自于南投收容所 借本次活动交易与认养代替购买 对于动保不予余力的机长王峰 也特别利用这三天的休假 来当特别来宾 你有没有想过 你因为花钱花三五万去 宠物市场买一只 这个很可爱的小狗 你有没有考虑过给它一个 这个这么稳定的这个狗一个机会 其实这个狗到你家 收编之后 它不会造成你家任何困难 因为它已经稳定了 它已经受过太多的苦了 你只要给它适当的照顾 它一定很贴心的成为你最忠实的伴侣 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画面 好好想一下这背后悲惨的故事 活动中并结合义卖 来捐助蓝头收容所 王峰机长更亲自任养一只流浪犬 希望大家有需要养狗的 以任养代替购买 每次这样活动的最心酸的就是这样 大家白忙的一天 然后默默的送这些狗回收容所 然后这里就感觉很无力 可是 怎么讲 大家都一直都不愿意放弃 一直都不愿意放弃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讯息传播出去 这个帮助 帮助若是拯救生命 是一个做一个好公民 最基本 最应该做的事情 希望政府相关部门 进入校园推广动物保护的观念 从小培养孩子动保知识 让动保不只是口号 也让民众了解正确的饲养 并与动物和平共处 此次任养毛小孩活动 是由五彩轮集一群爱狗人士所举办的 南投家畜即便皇子所协办 主要是推广及宣导如何正确照顾毛小孩 各位好 我们这边是南投毛孩幸福任养 我们这场活动的主旨呢 就是要把我们南投公立收容所的毛孩们找寻幸福啦 因为我们南投地区其实很多人 不知道我们南投有收容所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群志工其实原本都是不认识的 因为毛孩 所以我们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一起为我们南投收容所的狗狗 一起找寻幸福 是更宣导了今年度的华规 让市主们可以清楚的了解 不会出唤华规能让毛小孩终老 王峰为了帮助毛小孩找个幸福的家 也不辞辛劳赶来南投献生 全台湾呢 官方收容所也33个 收容更多老百姓弃养 或是由清洁队路上捕捉来的流浪动物 这个生态呢 长久来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这些就是有心 想要替流浪动物付出的一些朋友 就把力量集合在一起来 集合在一起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力量 透过力量 然后透过善心人士的力量的结合 对这些无物生命找到出炉 也许有的观众朋友还记忆犹新 这位机长王峰对于流浪动物的爱 也曾经透过公民报道感动许多人 2012年公民记者周老爹 在机场内报导机长王峰的故事 引起许多的回响 秦琳也要特别推荐给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 每只狗儿都有个故事 流浪狗的背后更有数不尽的故事 且听爱心爸爸王峰说狗故事 在一个特别的机会里 再次遇到许久不见的老伙伴 身形依旧高瘦 两眼有神 充满着智慧 看到他 一下巴士车就卷起袖子 帮所有组员拉行 遇到身边的小垃圾 不加思索地立即动手减食 主动端出前仓所有吃完的餐盘 再再都让我看到这位大机长的一众不同 王峰让我看到的是 内心的自信 宽容 与精神上的富足 当话题一聊到流浪狗时 王峰有话要说 俱乐所的环境非常恶劣 里面会交叉感染 全温藏病毒 你平均捞一只狗 时间的成本不算 你烧到血汗前 一只狗至少三万块起掉 甚至车祸伤残的狗 腿被撞开了 关节被撞断 骨盆被撞裂也怎么办 给它一个生存的机会 因为钱可以再赚 一只狗可能花到十六万 救狗的人最痛苦 不是说你钱花完 钱烧完 这狗没救完 是因为这狗活下来 可是你找不到幸福的家 你知道吗 我情愿开二十年的老车 我把它是过得很担保 过得很节俭 大人发了袜子 一双三十五块 披鞋并城买 八塔的鞋子五十块买币 一千五百块 我继续穿得很高兴啊 打工鞋又贵啊 你把日子压抑自己的物质欲望 你把多余的钱 你不影响家庭的生活 贡献地留在我们拯救生命的事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性的光明 因为许多人的爱心付出 让盲小孩有了不同的命运 但是以任养代替购买的观念 还是要持续地推广 才能够提高收容所的任养率 秦玲也希望透过今天的webcast 引起更多人可以共同关心流浪动物的议题 PayPal Webcast 我们下次见